不要随便惹女人 有时候她们很致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今日致命女人第二季上线 豆瓣开分9.4 万人评分稳在9.1 提前锁定年度第一每一句 相比第一季 全新的人物 全新的故事 从前两集来看明显更爽 更黑暗 节奏更嗨 人性也更崩坏 关剧体验恰如这位豆瓣网友所言 一开始这集看来不行 不喜欢女主 后半段连续三个卧槽 确实 致命女人绝不让你失望 闲言少叙 咱们一刷为快 1949年的好莱坞 出没着两种中年女人 一种是瑞塔这样的社交名媛 崩如肥臀 烈焰红唇 她深知美丽的容颜就是最强大的力量 可惜岁月无情 年轻的时候她能用美颜换取一切 而如今她只能反过来用一切换取美颜 确切地说是鲜嫩多汁的美少年 另一种是阿玛这样的家庭主妇 单调无聊 油腻臃肿 与美毫不相关 透明人般的存在 没有人会多看一眼 生活的挫败让她学会了 对任何事不抱期待 但她心里有光 她也渴望像瑞塔一样闪亮 得知名媛俱乐部缺了人 她兴致勃勃地想申请 丈夫薄纯 温柔地把她拉回现实 有点自知 那可是上流人士的圈子 邻居犹太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 照照镜子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土包子 女儿小嫡鼓励她 人生无限可能 何不试上一次 去还是不去 阿玛陷入了沉思 讽刺的是 当阿玛如鸡似渴地 渴望友情的时候 丈夫薄纯的朋友 却多得都忙不过来 作为一名兽医 她对小动物们充满爱 这份爱也延及了动物的主人们 木兰太太的小狗命不求饮 只见薄纯放上唱片 播起音乐 你竟然给动物们放音乐 木兰又惊讶又感动 是的 我很执着 我希望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是优雅的 医生 你真是太好了 木兰真心感慨 博纯拿出注射器 结束了小狗的生命 随后抚摸着她 深情缓缓地说了番告别的话 整个过程充满仪式感 木兰太太眼含泪光 无比动容 分别时 薄纯关心木兰 你的脸色看起来有些疲惫 木兰说她是酒吧住场歌手 每天十一点上夜班 希望薄纯有空过来看看 薄纯暗示自己已婚 幸福吗 木兰关心的温 当然十分幸福 听到薄纯的回答 木兰难掩失落 不难看出她是个缺爱的女人 薄纯会趁虚而入吗 阿玛还是鼓起勇气 强行闯入名媛们的社交现场 一袭身灰套装 手拿素色玫瑰 仿佛出席追悼会 和鲜艳明媚的贵太太们 格格不入 自说自话 气氛很干 幸运的是 她终于被人认出 好像这是兽医的老婆 为了打发阿玛 瑞塔让她来家里 参加周六的party 阿玛喜不自胜 找薄纯要钱买扎眼的衣服 说出多年来被人当空气的苦后 薄纯拿出了钱包 随便买 花光她也没事 阿玛感动 老公真好 夫妻拥抱 只是体型过于粗壮 有些抱不拢 夜色撩人 薄纯收拾打枕 还是出来了 台上的那位 确实比家里那位 光彩照人很多 女人味十足 歌声也动听 莫兰对薄纯十分热情 可她身上的淤青 引起了薄纯的注意 盯着看不礼貌 不过莫兰不介意 她主动解释 没人虐待我 是我体质有些问题 两人喝了几杯 气氛暧昧 只是那明显的淤青 让薄纯狠倒胃口 酒到半酣 两人散步回家 到了楼下 莫兰问她 要不要上来再喝一杯 薄纯似乎有意 但发现有人看着 晚去了 改天再约 瑞塔来到了 私家侦探卢米斯的工作室 卢探专业调查婚外情 关于保密问题 她的原则是 价格合适 守口如失 当然 瑞塔要查的 不是老公 而是情夫 卢探惊呆 所以搞婚外情的是你 瑞塔笑道 除非你为我丈夫工作 情夫阿斯是个演员 英俊帅气 除了一屁股债 什么作品都没有 卢探讽刺说 所以你是单纯 想支持艺术事业的发展吗 瑞塔一本正经地表示 这不是什么 下流苟且知识 我真的很关心 这个年轻人 那为什么要跟踪他呢 忠诚 这话从你嘴里 说出来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 我丈夫卡洛是个骗子 炉探惊呆了 瑞塔丈夫卡洛也是个狠人 老头很有钱 下楼找不到裤子 他可以光着屁股 哪怕家里有很多女客 反正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见过了 一语道出多少故事 卡洛是故意这么干的 他虽嗜酒如命 但心鸣眼亮 他就是要在瑞塔白捕的时候 杀他的威风 让他当众出丑 他查了瑞塔可疑的里程表 敏锐地嗅到了 瑞塔在外面有人 变老一定很难受吧 必须花钱卖以前卖的东西 老头说话越来越难听 瑞塔怒了 晚上 小嘴真甜 瑞塔大悦 两人在客厅激斗起来 卡洛被猫咪弄醒 听到楼下的叫喊 起身查看 眼见要捉肩成功 却一脚踏空 摔落楼梯 高级女装店 望着一件件滑服 阿玛流连忘返 明月们仿佛在看着她 把她引向舞台中央 一件红色的礼服 真棒 看价格 800美金 手烫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她只能来到裁缝店 买了铜色的绸子 自己回家DIY 结果做到一半 缝纫机针断了 来阁楼拿针 一个线团滚到柜子底下 伸手去摸 却摸出了一块金香玉 挂着一张纸签 写着 伊尼德 1945年2月14日 问女儿小迪 知道从哪来的吗 小迪表示 也许是祖母的吧 你问爸爸了吗 她睡觉呢 第二天 阿玛盛装出席 瑞塔家的party 穿着手工裁剪的 山寨礼服 洋洋得意 结果没站稳 摔了一跤 鼓变全身 相比之下 瑞塔的这一身 诠释了什么叫做奢华 谈吐之间的优雅 沙马无法模仿的 卡洛摔跤中风 他这会兴奋到不行 医生打来电话 有什么新闻 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试试 他的症状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 他是一阵子 他的重要证证证 他每天都更加强 更加强 更加强 但是 家庭医療 和你爱的医療 他可以再生二十年 阿玛在趴地上游到 明怨 格雷斯过来打招呼 他注意到了 阿玛胸前这块金香玉 说道 我阿姨伊尼德 有个一模一样的 他四年前去世了 伊尼德 1945年 阿玛取下玉仪 看后面的刻字 正是 给我的挚爱 伊尼德 他将金香玉 交给格雷斯 谎称是旧物市场买的 这就是你阿姨的 必须物归原主 格雷斯大喜 可能是当时 那个看护偷走的吧 他想要补偿阿玛 阿玛拒绝了 格雷斯深受感动 阿玛也结交了 他的第一个名怨朋友 阿斯在街上走着 卢探在后面跟踪 目标进了餐厅 卢探跟了进去 餐厅服务员正是小迪 他一眼就注意到了 这个可疑的男人 眼神盯着角落里的阿斯 手拿一张过期报纸 问他咖啡加什么 他脱口而出 金发和甜美 顺着卢探眼神望去 阿斯正在和一位 金发甜心勾搭 小迪表示 我们说的是咖啡 卢探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那只是我对 牛奶和白糖的代称 小迪戳破 他假装看报纸的伪装 拿出一本犯罪大师杂志 看这个吧 小迪喜欢读谋杀故事 越血腥越好 暴力并不会让他觉得不舒服 这姑娘有个性 卢探对他印象深刻 次日唐人街 卢探已经在这儿 公寓没出门也没人进去 终于只见一个 上了年纪的宝洁老泰进了门 卢泰赶紧拿出相机 这老泰不是别人 正是伪装的小迪 两人直入主题 运动过后大汗淋漓 阿迪经纪人来了电话 通知他还是没戏可拍 小迪安慰的 没关系 事业需要时间 有点耐心 阿斯感慨 真希望我那个 有钱的女性朋友 跟你一样善良 她给你钱花 用不着对你善良 阿斯道歉 让你穿成那样 我真的很难受 但是如果我的女性朋友 发现了我们俩的事 小迪心明眼亮 没事的 规矩我懂 谁知道呢 说不定哪天 我就把她给甩了 然后我们俩 渣男玩票之后 还想掏点真心话 被小迪及时堵住 帮我个忙 阿斯点头 关系的本质 二人心知肚明 随后小迪一桩出门 接对面 卢探拍照取证 镜头拉近 两人对视 被发现了 小迪夺路而逃 捧着一束鲜花 博纯登门造访了莫兰 莫兰喜出望外 来不及收拾 桌上放着一些医疗账单 医生说我得了肝硬化 可能时日无多了 博纯表示 我知道你太疲倦了 你的皮肤发黄 还有淤青 莫兰眼含泪光 人都有一死 迟早的事对吧 她难眼不舍 对生命十分留恋 博纯拿出一瓶红酒 不妨及时行乐 你坐着我倒酒 莫兰觉得 眼前的男人真是太贴心了 阿玛回到了家 她现在只想弄清楚 那块金香玉是怎么回事 来到阁楼 一顿翻找 推开老旧的木柜 发现了一个神秘圆核 打开圆核 里面放着一个个 带标签的小物件 标签上写着人名和时间 镜头后拉 多道足足摆满了整个桌面 看起来是博纯的字迹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阿玛脑中充满疑惑 博纯和莫兰喝着酒聊着天 莫兰取下墙上的一面折扇 回味着当年在歌舞团的演出 她也曾如花儿般绽放过 那是她逝去的青春 突然 她觉得有些不对劲 晕晕的 站不稳 博纯扶她坐下 表示 我只是在你的酒里 加了点镇定计 放松 莫兰动不了了 也没法说话 只能呆呆地看着 放音乐 说道辞 就像对待宠物一样 博纯将莫兰注射了安乐死 随后收拾房间 清理痕迹 伪造了莫兰自然死亡的假象 临走前 她带走了那把折扇 回到家 见阿玛已经熟睡 博纯来到阁楼 推开木柜 取出圆盒 给折扇贴上标签 时间正是今天 盒子里放的 全是她的纪念品 博纯回屋 关灯睡觉 只剩阿玛 一夜无名 致命女人第二季 第一季到此结束 这位兽医 以她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莫兰的悲悯和关爱 但毋庸置疑 剥夺人的生命 就是赤裸裸的谋杀 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 更何况 莫兰对生命热爱又留恋 显然 博纯已经作案无数了 与这样一位变态老公 同床共枕 阿玛会怎么办呢 开局就黑暗成这样 可见第二季比第一季更加生猛 前两集是一集死一人的节奏 而且致命的 显然不仅仅是女人 阿玛一家三口 一家人外表平庸 没想到灵魂是很独特 个个都是怪咖 瑞塔一家相爱相杀 三代人搞一块更是奇葩 Why woman kill 女人为何杀人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故事中 寻找答案吧 本期视频 点赞破两万 扁都是什么成豆浆 也秒更下起 关注我的公众号 这里有我的解说的第一季 咱们第二集见 Bye Bye Car's all gassed up Mrs. Castillo R2 Paradise Stip on it